在我还没有往下说之前 我想先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是谁 我是一个演员 从香港来的 我叫冯宝宝 因为我也遇过 大家曾经走过的一些路 所以我很乐意 也觉得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 我曾经的问题 我的病情最低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药 我跳楼 我在20楼尝试要跳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 生存觉得很困难 有很多事情 别人也不了解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问题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吃药的 那么吃了药呢 就人会比较情绪平稳了 不过感觉也没有那么强烈 其实我想大部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问题 让我有这个情绪病的 那你想想我是从三岁就开始当演员了 是我没有选择底下 当了演员之后呢 我是因为我爸爸 我爸爸他是个导演 然后他破相了 不能养家了 才轮到我就冒出来了 那么到了六岁 我就变成很红了 也感恩谢谢观众对我的欣赏爱护 可是一红了之后呢 我爸爸就接了很多电影 接了收了钱要去还骗债的 那么我从六岁到九岁就拍了一百二十部电影 在三年之内 所以我也不懂得害怕 因为就是要做 我以为生命就是如此 那么讲起来我的过去呢 我认为我是应该有情绪病的 对不对 压力这么大 那么我到了十二岁呢 已经不十一岁 我已经很害怕 害怕失业 因为童星六岁到九岁 还是哦很可爱 到了九岁之后不可爱 可以开始没有工作 那么其实我已经承受了 成年人有的那种压力 害怕失去 自己有什么价值了 没有价值 我会怎么样 就害怕 当时我是跟我的后母长大的 我妈妈在我出生 我妈妈 我没有看过我妈妈 她就走了 我后母呢 也不太科学 她也不懂 她就是带我去打针 让我可以睡觉 所以从十一岁 要是我睡不着 我也不懂得说 我害怕没有工作 我害怕失业 不懂得说 可是我不能睡觉 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她就带我去打针 把我 睡觉 是这样开始的 那么最严重的就是 十八年前 我真的觉得不想活下去 就跳楼 后来发觉 原来有这个病况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你是在三十楼跳 还是几楼跳 就是寻死 过了一段时候 当我站在七楼 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 已经在吃药 站在七楼拍戏 要半跳楼 我都很害怕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了 那么当时 当这个最严重的状况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我发觉 我在看一封银行来的信 我看了半个小时 全部英文的字 我懂得念的 可是我不懂意思 看半个小时 看着她 我怎么不明白 她说什么 还有 当人家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会看着她 我知道她在说话呀 可是怎么我不懂她的意思了 那么就好像困在里面 怎么办 同时呢 我就会 我也会很敏感 看到他们很厌恶 觉得我很烦 那个是最辛苦的 里面好像在喊了 喊叫 我也不想这样子的 我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不懂得说 讲不出来 那你就懂 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 那个挣扎 还有看到别人很厌恶的表情 语气 就更难受 那这个会更影响 这个病人的病况 越来 越难受的 那个时候就有医生来了 我已经不能够在外面看医生了 连出去怎么走 都不能够自己运作 那么有医生来了 那个时候是吃最厉害是吃四颗药 后来呢 18年当中 我慢慢剪掉 因为老实讲 谁愿意吃药呢 所以尽量希望 可以慢慢剪掉 可是 剪到最后一颗 还是不能剪 它就会有副作用了 那么那个世界是很寂寞的 所以我想朋友也很重要 那么因为我信了教 就有教友 尤其是教友呢 也比较关怀 有爱心 有耐心 那么有了人与人的接触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没有帮助呢 就是看到一些嘴脸是怎么样 哎 他又来了 给他吃药 叫他睡觉 什么让我愿意公开来 哎 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你有血压高 也是有一个状况 你有胆固醇 也是一个状况 忧郁症 也是一个状况 不是天生出来 就有的吗 那是有很多不同的压力 就会引起一个人 有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形成的时候 因为没有好好的处理 他就压了一层 一层 一层 等到你再也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发出来了吗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能够坐在这里 做这个访问 奉献 只剩两个小时 如果 我可以 挂到很多 我曾经 得过的问题 那我觉得 我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来了 我想祝福大家 要心自己 可以走出来的 那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呼吁一下 就是精神病患的家人们 我能理解 当你家里 有一位亲友 家人 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 也很难处理的 因为你们不了解 你们 也会害怕 也会很多时候 失去了耐性 不过 其实 对精神病患 患者来讲 爱 是最好的良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